一名女子到高雄住汽车旅馆 发现插座有不明闪灯 拔开之后发现有针孔 有镜头还有电线 兼职吓死人 女子po网在高雄某汽车旅馆 拿手电筒检查房间 照到插座怎么有反光 请经理来拆螺丝 当时还插着记忆卡 远景到场却跟女子说 店名传出去可能会告 妨害名誉要三思 难道被威胁不能公布 网友看到影片傻眼 插记忆卡很麻烦耶 这种还要去拆 好可怕怎么有这种变态 支持公布旅馆的名字 去外面住还要小心 变成女主角 拆开插座后发现 切入设备一组 发现记忆卡已进行加密 其他摩铁业者拿出针孔检测器 在房间检查一轮 尤其电视盒预测床头前 所有插头和台灯 统统要注意 检查没问题才会让客人入住 插座孔里面 或者是电视附近之类的 或者是有些是冷气孔之类的 这个都会有 这一次被发现针孔的摩铁 在高雄左营区 业者拒绝回应 但房间有针孔 甚至记忆卡还经过加密处理 也不排除可能是旅馆有内鬼 当时业者强调到底谁装的 有没有遭偷拍的受害民众 都已经交给警方调查 这有红富人高雄报道 我是方彦迪 主播工作让我学习 倾听所有人的意见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 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从新闻里 看尽每一道风景 我是方彦迪 请你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明镜与点点栏目